这里有十万亩竹林 却号称养着五十万只鸡 一只都没找到 它们吃的是虫和草 喝的是竹根水 又有着怎样的口味 这鸡就一个字 真香 竹林里的飞鸡 科技院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说起这散养鸡 大伙都不陌生啊 养的多的有个万二八千只 这就算不少了 但是今天我想跟您说的这家养殖场 人家是在大山里 却散养了五十万只鸡 别看养的够多 可是啊 您要是出到这里 还真是不大容易看得到鸡的影子 我们大佬远过来的 就是想买两只鸡 一只都没找到 是啊 那个穿黄衣服的是不是 喂 对面的大哥 你是不是养鸡的 喂 大哥 这里来来来 来这里 来这边 走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是吧 鸡你都没找到 没有啊 能在那里 大哥 你是不是鸡司令吗 你那么那个高山竹林鸡在哪里 找了我们半天耶 这片竹林 我这里养了五十万只鸡的 有点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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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鸡 有点鸡 这么鸡 这么鸡 那么久都没有鸡 走走走走走 跟我来 给我来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别说话 干嘛 把手都收起来 听一下 好像有鸡叫 我说鸡的声音 怎么没看到呢 哪里有啊 你们这是看不到的 这三高灵历 要找到我的鸡 必须要到竹林里面去 找找找 正点 是有哎 你看你看看 看见了不 那个黄黄的那个 好像是看到一只鸡 看看看那边还有 哇这么多鸡 终于找到鸡了 这只是一小块 那边还更多了 技术员王显幻舍 他们有十万亩山长 散养着五十万只土鸡 并不假 只是这些鸡 都是分区域养殖的 平均每亩竹林里 也就分布着四五只 再加上山高林米 所以在山顶上眺望 除了竹梢 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让我们抓鸡去 终于抓鸡了 抓鸡 看到土鸡近在支持 年轻人顿时来了 捉鸡的兴致 技术员说 如果谁抓到 中午就可以尝鲜了 抓了半天 大伙是一无所获 技术员说 这些土鸡野性很强 看来呢 大家就别指望 生擒它们了 自家的竹林客栈里 有献杀的活鸡 保管大伙能保口福 这肉也好鲜 好嫩哦 它这个肉很滑 到了这里呢 就是口感比较好 而且很香 肌肉好不好 食客们说了算 看来 大伙对着竹林里 养出的土鸡 评价还真是不低 不过 您看这家养殖场 用十万亩竹林养鸡 规模式不小 但说起来历呢 还是个偶然 因为养殖场的主人 谢小明 原本是个地地道道的茶商 因为我们差不多在这个整个 我们前行小镇 种了上万亩的茶叶 2011年 谢小明在江西龙南县的 前行小镇 承包了山上 十多万亩的毛竹林 他看到这儿 常年云雾缭绕 很适宜上等好茶的种植 就把其中的几百亩 开垦成了有机茶园 很快 这不失农药的茶叶 就变成了抢手货 但是 让谢小明苦恼的是 以后的两年 茶叶的产量 再走下坡路 种了茶叶以后 发现了这个除草有问题 还有本身我们茶园里面 也有虫子 杂草长多了 就会和茶树争夺养分 而虫害多了呢 会啃光茶树的叶片 怎么办呢 有专家提议 可以在茶园里养上土鸡 很快 谢小明的茶园里 放养了几百只土鸡 和茶树共生 开始啊 这效果还的确不错 茶树是长得越来越好 而更令谢小明意外的是 这养出的鸡 朋友们吃了是赞不绝口 我们确实也没有想到 我们养出的鸡 杀了吃了以后啊 跟普通的鸡 这个口味啊 口感完全不同了 看来 茶园养鸡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谢小明开始琢磨 既然土鸡肉吃着香 那何不在茶园里多养一些呢 这不又是一项赚钱的买卖吗 于是他在几百亩茶园里 又放进了两千多只土鸡 可哪想到啊 这鸡是长好了 茶树却遭了殃 技术人员发现 随着茶园里土鸡数量的增加 茶园中的草 倒是被鸡给吃光了 可是草一不够吃 很多产业就被鸡啄得光秃秃的 没产量了 看来 这茶园里鸡养的多了 就会有些顾此失彼了 但这土鸡肉呢 又的确是好吃 市场潜力巨大 那么 能不能让这鸡换一个地方长呢 谢小明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自己那十万亩的毛竹林 动起了在竹林里养鸡的念头 那么我们就想 试一试 能否在我们的竹林里面 放一下鸡 谢小明心想 土鸡既然能在茶园里养 那么在竹林里 也一定是可行的 竹子林里面呢 有更多的草 有更多的虫子 让我们这个鸡来吃 谢小明考察过 十万亩竹林 各种重重草草 多的是不胜美举 啥粮食不用喂 都吃不完 足可以养上几十万只鸡 这么好的地域优势 上哪儿去找啊 于是说干就干 不过 林道要把买回的第一批鸡苗 运进山里时 他才突然想起来 有件大事 还没着落呢 最头痛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鸡的饮水问题 谢小明测算了一下 一只土鸡的日饮水量 不会低于半斤 要是养上一万只 光这饮用水 每天都在五千多斤 而自己的竹林 山高坡斗 大面上找不到水源 这鸡群要是搬到山上 养几十万只的话 靠人工抬水不限时 如果是抽水上山 那又是浩大的工程 如果是我们要饮水上去 或者采取抽水上去的 是不太可能的 它不但是一个成本高 还有一个就是施工的难度 造成的很大很大的 不方便 当初在茶园 鸡养的少 人工运水给积喝 还承受得起 可在山高林密的竹山上 这成本显然就受不了了 谢小明都有些一筹莫斩了 难道就白白的让自己的宏伟设想 变成水中月 镜中花不成 他不甘心啊 一天呢 他到山上转悠 无意中看到一些断掉的竹节上 残存的水疤 顿时来了灵感 毛竹林的 它的吸水的能力是非常非常之强 这竹子里面有水的话 大家很多人是不会清楚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农民呢 我小的时候我就很清楚 谢小明说 有时候想问题 就差那么一层窗户枕 捅破了就迎刃而解 这竹节上残存的水疤 恰好提醒了他 他想起小时候 随父辈们到山上砍柴 实在口渴的话 大人们就会放倒一颗竹子 取出里面竹节间的水喝 它每一根竹子里面 每一桶里面都有水的 差不多每一桶里面 都有一个半个抗凉水瓶吧 如果是大家不相信的话 你看我们现场就把这个砍开 看一看让大家好不好 验证一下 有吧 有吧 你看 有是这么多水 看有多少水 你看啊 你看啊 每一桶里面都很多水的 直接可以喝 很清淡的一个竹香味 跟甘甜味在里面 竹节里存的水是不少 难道在竹林里养鸡 还要把很多竹子放倒 从里面取水给鸡喝不成 谢小明说 这倒不是 给鸡喝的水 在竹子根部 那儿的水更多 真正这个竹子啊 应该是它的根部 含水量 更丰富 在竹香 老辈们有句俗话 叫做山上长满竹 等于修水库 雨多它能吞 雨少 它能吐 这就是说 毛竹的根系具有强大的蓄水能力 雨量多的季节 它们会尽可能多的 把雨水牢牢锁定在土壤中 甚至把竹筒里也蓄上更多的水 这样即便是遇上干旱天 也不会渴坏了 专家们算过 每公顷的竹林可以蓄水一千吨 那这竹林的蓄水能力这么强大 怎么才能把储存在竹根下面的水取出来呢 我们稍微低挖一点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水源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谢小明选了竹林当中的一块挖地 要给大伙验证一下 这边就可以 这边就可以 这个位置我感觉应该有的 这边是比较低挖 应该有 稍微湿润也应该没问题 这里可以找到水的 有点湿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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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个湿 好像有水 水是出来了呀 你看那个水出来了 果然 只片刻功夫 一股竹根水从石坊间冒了出来 等一下几分钟以后 它就会很清澈了 找到了竹根水 不过并不需要挖很多的水坑来攻击引用 谢小明有更讨巧的办法 来啦 小心 小心 挖 competitors 这边 往这边 好这边 往这边 来 提供这个阵子 好好看 好看啊 来 guid依 好看啊 来 给我 好看啊 来 给 拿个颱形 注意 注意 往下 衬 pł上 来 还有 啊 对啊 啊 啊 注意注意 往下 那我们就是了什么 砍下来的竹子 住好的水兜 改造集合 原来建伐下来的毛竹 工人们把它们一分为二 拼接在一起 做成给鸡群饮水的竹槽 而竹槽的头部呢 就铺设在挖出竹根水的水源处 这样源源不断的竹根水 顺着竹槽流下来 就可供数千只土鸡 同时饮用了 这下养在高山的竹林鸡 饿了有各种虫和草吃 渴了有轻烈的竹根水喝 真的是好比生活在天堂了 这让谢小明的养殖信心大增 2013年 他陆续在竹林里 放养了50万只土鸡 随着这些土鸡 逐渐适应了野外的生存环境 这体质不仅越来越好 野性也是越来越强 就是遇到大蛇 这鸡也毫不胆怯 这鸡也毫不胆怯 俗话说 恶虎斗不过群狼 这条大蛇虽然厉害 但是终究招架不住群鸡的围攻 有了水 谢小明的高山竹林鸡 算是养成功了 接下来他又打起了算盘 他想自己养了50万只鸡 这可不是个小数 要是能够自反小鸡 那这鸡苗的钱 可就省得不是十万八万的了 于是他开始在鸡群里 按照一只公鸡配十只母鸡的比例 进行放养 这样在竹林当中捡的鸡蛋 就都会是兽精蛋了 刚开始确实可行 可是到后来 他发现这鸡蛋是越捡越少了 捡到兽精蛋 工人们只需拿回去 集中孵化就行 可当初这事并没持续几天 以前我们捡鸡蛋 就在这个鸡舍附近就能捡得到 最初为了方便捡到鸡蛋 工人们会在半山腰 给母鸡们做个隐蔽的产蛋窝 再标上记号 但是工人们在捡了几次鸡蛋以后发现 母鸡不在这些地方产蛋了 反而是跑到更远的隐蔽点 自己去做窝产蛋 这附近的这个鸡屋里面都是空空的 都找不到蛋了 后来工人在哪里呢 在离这个鸡舍 极离远的地方 这上面 而且这翻山越里 要翻过后面去 估计才能捡得到了 大海捞针了 而且相当难捡了 头已经就掉了 那母鸡 为什么不在原先的窝里下蛋 而是要越走越远呢 在我们智能现象来讲 我们这个鸡下蛋 其实它是为了孵它的小鸡 为了沿下它的后代 母鸡很聪明 这下一个蛋就不见了 那咋传宗接代呢 所以啊 必须要找一个远一些 隐蔽点的地方下蛋 这样才安全 下蛋的地方是越来越隐蔽 工人们捡蛋就越来越难 不过 虽然鸡蛋捡得越来越少 但是偶尔呢 母鸡还会给大家 带来一些惊喜 有很多的是 我们捡不到的地方 或者时间过得太长了 我们母鸡要带到小鸡回来的 由于这些土鸡下的蛋 基本都是受精蛋 自然捡不到的蛋 有的就被人家老母鸡 给孵出小鸡 但是在野外 毕竟风吹雨淋的 小鸡的抵抗力也弱 损失也挺大的 谢小明想 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 还得让母鸡 到就近的固定产蛋点 去下蛋 现在我们捡鸡蛋了 谁能是把这全部捡完了 但是捡完以后啊 他都把这个放进去 原来 王显焕把一个乒乓球 放进了这个定点鸡窝里 这是因为 母鸡是非常炼潮的 就是只要鸡窝里有蛋 他们就不会轻易 再把蛋铲在别处 原来呢 错就错在 把鸡蛋给连窝端了 让人家母鸡 看不到希望了 而有了这个乒乓球 母鸡就会误认为 自己下的蛋还在呢 果然 不一会儿的功夫 新来的一只母鸡 四下观望了一下 就乖乖的 趴在了这个假鸡蛋上 看来啊 这些给定点鸡窝里 放上乒乓球的办法 的确是彻底拴住了 母鸡们的心 工人们再也不用 为捡不到鸡蛋而发愁了 能够方便而及时的 收集到足够多的种蛋 这后续繁育鸡除的事 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从小鸡鸟到它们 被放养到竹林里 它们在谢小明的大山里 至少会养到一年才会上市 但是最初的一批土鸡 要出售时 工人们在捕捉的时候 那可是费了老劲了 这个太难找到这个鸡 真的 对对对 直到那里 一开始找到它的时候 有时候打一划 对吧 它又跑到对面的山头去了 鸡难抓 就有人出主意了 鸡在夜晚的时候 几乎就是个瞎子 可以晚上抓呀 但是它们哪知道啊 这些土鸡是野贯了的 天一黑 人家撒一群俩一伙的 就直接在林间的树梢上过夜了 不好抓也抓不过来 最后还是王写换出了主意 诶 谢小明说过啊 他们的土鸡可是从来不为粮食的 这撒稻谷是演的哪出戏呢 对啊 平时不为粮食啊 这用稻谷是为了干什么呢 为了抓鸡用的 王显焕开玩笑说 这可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 叫做以食相诱补鸡法 因为山上的土鸡 平时很难吃到稻谷 工人们偶尔就会在山脚撒上一些 引诱鸡来吃 这样几次之后 只要山下一有动静 鸡群就会形成条件反射 跑下山来抢吃的了 看见没有 在抓鸡 抓鸡表演马上开始了 这一往下去勾鸡五六十只 一点问题没有 阿龙 一 二 三 拉 拉 好 好 这一下子七八十只 一点问题没有 没有 简单 轻松 多省事 简单 轻松 多省事 简单 轻松 多省事 受茶园养鸡的启发 谢小明开始在竹林当中养鸡 竹林的生态环境是很好 但是呢 饮水和繁育又遇到了难题 是竹根水和乒乓球 这两个巧办法 让他竹林养鸡的梦想得以实现 如今啊 他这高山竹林鸡 畅销省内外 也为他自己带来了更多的财富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收看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有人说它是牛粪 原来是牛粪 几百年前的牛粪 有人说它一文不值 这个你给我钱 我差不多能带走 而有人却拿它当作宝贝 赚得千万财富 那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来自俄罗斯的神秘宝贝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